8月21日 于谦老师在短视频平台晒出小儿子的视频 视频中于谦的小儿子于庚应正在跟小矮马一起玩耍 一边抚摸着小马的头 嘴里还不停的叫着马的名字 看到这么温馨的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于庚应实在是太可爱了 就是这嘴不像于老师太能去遇到了 众所周知于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被网友们戏称为郭小宝 在小的时候经常跟随于谦在德云社后台玩 偶尔也会登台跟大家见面 上学以后慢慢的淡出大家的视野 在于云婷的毕业演出时 于老师还亲自为儿子捧跟 让无数网友羡慕不已 而反观小儿子于老师几乎是没有分享过 将其保护的非常好 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就连于老师有小儿子的消息 大家都不知道 首次曝光还是在去年于老师分享赛马成绩 于庚应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当时于庚应穿着赛马服 双手捧着获奖证书 笑得十分开心 不少网友表示跟哥哥的样子太像了 看到于老师分享小儿子跟小矮马一起玩耍 不少网友也表示于老师这是忙里偷闲啊 如今窝头会馆刚刚在天津演完 孟赫棠在采访时候就透露于谦老师将参演郭老师的电影 估计于老师也在家待不了几天 于前夫妇可以说是圈里公认的恩爱夫妻 形势低调默默付出 如今两个儿子都上学了 想必养育两个儿子过程中也付出了许多辛苦 看到小儿子跟小矮马一起玩耍 想必于老师心里也是美美的 最后也祝愿于老师一家四口幸福美满 于老师也能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